除了空间规划 住家修缮也是房仲业者整合的业务项目 包含了水电灯泡、纱窗修补 甚至还有业者和厂商合作 推出了修缮专车的服务 随时准备要结案出动 业者指出客户对家事修缮的潜在需求不在少数 根据房仲业者的统计显示 民众对家事修缮的潜在需求 有日益增加的趋势 居家服务中心您好 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地方吗 光是今年七月份的单月接案料 就已经等同于第二季家总的建树 比如说一些纱窗修缮 五金零件的更换 水电教修等等 那我们甚至会推出居家服务修缮的专车 那这个专车包含里面的一些修缮的工具 五金零件等等都会背起 那只要客户有这个需求 我们就会以这个服务专车 倒幅去做服务 针对不同的修缮项目 除了收费不同以外 严选推荐的合作厂商也各有专精 打开后车厢一看 各种修缮工具一应俱全 拉开两侧的滑门 灯泡灯管到沙窗网排排放 在这些案件量里面 第一类别大概就灯管灯泡的一些更换 那第二类别的部分就沙窗的一些修补 那第三个类别的话 大概就是开关面板的一些更换 业者强调 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其实很重要 累积起来的服务口碑也不容小觑 不过到目前为止 仅能服务到双北市的民众 从中间买卖的不动产交易 到居家服务的规划与修缮 也让房仲业者们的服务范围 变得越来越多元 经济日报图若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